辽阅大战虽然已经过去两天 但韩德军与威姆斯的冲突事件仍在网络发酵 网友们关于他们之间谁对谁错的问题依然在讨论的热火朝天 而CBA对于两位当事人的处罚分别为 韩德军被罚停赛7场罚款20万 威姆斯被罚停赛5场罚款14万 就在CBA公布了罚单之后 威姆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多条动态 动态的内容全部是穷迷们对他鼓励和祝福的话 似乎有种一难停的意味 或许是觉得自己被罚有点冤 又或许是想一丝表达自己接下来的决心 可以肯定的是 此次冲突事件是真的刺激到了威姆斯 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威姆斯想借此鞭策自己 传递的意思大概为 外界对他的恶评他控制不了 他接下来的唯一目标 就是带领广东队完成四连冠 完成自我救赎 结合威姆斯的性格 他发布多条动态的目的 很有可能是这个 曾在19-20赛季夺得FMVP之后 已经手握两个总冠军的威姆斯 就表态自己想要夺得四个以上的总冠军 从而超越马布里 成为CBA最伟大的外援 他也言出必行 在上赛季带领广东队披荆斩棘 豪夺三连冠 他的目标仍在路上 又怎能轻易被击垮 本赛季 威姆斯共代表广东队出战了9场比赛 在场均2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可以获得15.2分5.2篮板6.8助攻的数据 是球队最值得一张的点 尽管年龄的增大让他的爆发力有所下降 但他对于球队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明显的 希望这次冲突事件过后 他能够激发出自己最劲爆的状态 从而带领球队一路高歌吧 根据赛制安排 威姆斯停赛5场之后 大概率会在第二阶段 最后一轮广东队对阵上海队的比赛中复出 届时他将打出怎样的表现呢 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牢道的阿姨 一位资深篮球爱好者 欢迎关注我的账号 一起探讨篮球趋势 谢谢 感谢观看